希克來訪了 圓山七線國小周邊的生態相當的豐富 而最近更有貓頭鷹現身在校園內 禮拜天早上就有一隻貓頭鷹寶寶出現在 圖書館前的走廊 讓足球隊的學生們相當的驚喜 擔心會干擾到他 校長也順便給孩子們上了一堂最佳生態教育的課程 而這隻貓頭鷹寶寶還無法順利飛行 暫時會進行收容 等待羽翼豐厚的時候才會進行野放 這隻貓頭鷹寶寶站立在七線國小圖書館前椅子下方的支架上 一動也不動 圓滾滾的雙眼凝視著周邊一舉一動 時而眼皮沉重的有點愛困的模樣 相當可愛 讓七線國小足球隊的學生是又驚又喜 有沒有看到貓頭鷹 你們很可愛 小隻的零腳小 小隻的零腳小 在椅子底下 小隻的零腳小 學生小心翼翼的經過貓頭鷹寶寶周邊拿著包包或是水壺 連說話也是輕聲細語 擔心一點點的小動作就驚嚇到貓頭鷹寶寶 而校長也趁機會給學生上了一堂寶貴的生態教育課程 這次出現那個貓頭鷹 這是我們學校第二次出現貓頭鷹 那上一次出現的那一隻也是小朋友發現的 那我想這一次又很開心 又看到這隻應該是算雛鳥 應該是上次那隻鳥媽媽的孩子 那我們學校真的生態非常豐富 那我們也透過認識這些鳥類 讓小朋友能學習到鳥類的辨識 以及愛護這些生態的一個環境 的一個鳥類的一個照顧這樣子 那讓小朋友能夠從中學習到不一樣的生活體驗 那有沒有特別聽你小朋友要注意什麼 因為我們都會 其實我們學校除了這隻貓頭鷹之外 我們屋頂上也都很多的燕子 那我相信就是從生活當中提醒小朋友 要懂得照顧愛護這些小動物 不過這隻貓頭鷹寶寶的羽翼 還沒有長齊 飛行能力不佳 而且可能也無法自行覓食 懷疑是從鳥巢上掉落下來 而經過討論學校的老師 先將貓頭鷹寶寶寶帶回安置 交由保育團體來進行救援 希望貓頭鷹寶寶寶平安的健康長大 等羽翼豐厚之後再進行解放 重回大自然的懷抱 宜蘭新聞記者14名採訪報導 好 乖乖 平安長大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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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